美新版国防科技战略呼之欲出 美军人员在佛罗里达州空军基地 测试先进战斗管理系统 据美国媒体报道 未在未来高科技战争中占得先机 美军近期正加紧拟制国防科技战略 并从实践层面推动前沿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 未来 美军或将穷兵独武强推军力转型 在技术制胜谜局中越陷越深 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事务的副部长徐若冰表示 美国要想在大国竞争中占据优势 就必须在新兴科技理念应用上先行一步 不断提升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为此 美军正在拟制国防科技战略 并将有关内容融入2022年版国防战略 徐若冰称 国防科技战略将进一步强化美国技术优势 重点关注三大类14项国防科技 第一是新兴机遇类 即处在研发阶段的前沿技术 包括生物技术、量子科学 下一代无线技术和先进材料等 以量子科学为例 徐若冰称 在其他国家量子计算机研究人员激增的背景下 五角大楼研究和工程办公室 以对量子传感和量子通信 表现出高度关注 第二是有效应用类 即已得到商业应用的前沿技术 包括人工智能和自主技术、综合网络系统、微电子、太空技术 可再生能源和人机界面等 以人工智能为例 该技术已成为五角大楼首要技术优先事项之一 是联合全域指挥和控制概念的一部分 主要通过众多传感器搜集数据 并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处理 辅助指挥官高效决策 第三是防务专用类 即已广泛应用于国防领域的前沿科技 包括定向能武器、高超音速武器 集成传感器和网络武器等 以高超音速武器为例 加速该项技术研发 也是五角大楼技术优先事项之一 早在20世纪90年代 美国便开启相关研发活动 但受诸多因素影响 仍未取得有效进展 在强化战略层面整体运筹的同时 美军近期也在实践层面 推进前沿技术的军事应用 其一 优化工作指导机制 近期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 希克斯牵头成立创新指导小组 成员包括国防部长办公室 及其直属创新机构 作战司令部和各军种代表 今年1月 创新指导小组 对美军前沿技术研究和应用情况进行审查 主要开展三项工作 一是建立国防部创新组织清单 二是创建将小企业创新研究工作转化 为再测项目的机制 三是针对跨军种联合罪行 高端战争能力方面的不足 设立快速国防实验储备计划 并开展演示验证 审查结果显示 美国国防部实验室和试验基础设施 面临50亿美元资金缺口 其二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 美军目前已建立29家软件工厂 其中包括空军的科舌尔跑道 海军的超级软件 军械库和陆军的编码资源和转型生态系统等 美国国防部首席软件官杰森·韦斯表示 美军将加快建设新的软件工厂 优化现有运行机制 改进软件开发和采购流程 尽快构建国防部企业云环境 其三 加快武器列装步伐 高超音速武器方面 徐若冰表示 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美军供应链出现问题 导致高超音速武器计划出现延误 但今年仍有望对助推器和滑翔器进行测试 并投入使用激光武器方面 徐若冰说 经过30年努力 美国已开发出军事激光技术 陆海军已部署激光武器系统 此外 美军也在研发大功率微波系统 未来 美军或将以国防科技战略为牵引 以技术制胜为标尺 深化前沿技术应用 有关动向值得关注 一方面 技术创新步伐或将在提速 综合美军方有关声明 美军或将在组织架构 技术研发 列装部署等环节 持续强化前沿技术应用 例如 构建安全有弹性的集成网络系统 生产可对抗导弹和无人系统的高能激光武器 研发更强大的空间态势感知和控制系统 制造能够在网络 电子站和雷达通信节点运行的集成传感器 降低高超音速武器成本 开发量子计算机 传感器及微电子设备 利用生物技术提高态势感知能力 并减轻后勤负担 开发更坚固 更轻的先进材料等 另一方面 自身建设发展或将受拖累 总的来看 美军加速研发 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敌方领土渗透 和运用的前沿技术 主要目的是在未来大国竞争中占据优势 然而 现实情况是 技术制胜如果处理不当 很可能成为美军建设发展的拦路虎 此前 针对美军盲目推进高超音速武器项目 美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批评称 与更具成本效益的弹药相比 空军不应过分强调高超音速技术 有评论称 美军以大国竞争为幌子 持续推动实质意义寥寥的技术创新 或将在技术创新谜局中越陷越深